梁振英,她消了多少檔案,沒有告訴市民 所以我們要制定檔案法 就是16點,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在你之後,即是說一份不由政治版良心版 並作出賠償恢復命運 調查行政機關在意見的國際 就好像六七暴動一樣 當權者是有做調查的 六七暴動是有調查過的 不是好像黃國黑夜那樣 不清不楚沒有做調查 當權者的角色 為何香港的退步都這樣 是否位於一些所謂的香港人手上 好地公義 好地運用必須符合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 是應該提升任何社群的權益 包括就像蔡元春和環手一樣 是應該要實行一個土地公義 第二 第八 人權福利關每一個人的事 其實我們人權 應該能夠報告計 應該有長遠相關 我認為 是人權福建政府的確不必改革 第九 廢除不平等條約 什麼是不平等條約 一、四、兩件 不公平等條約 香港人在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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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在不平等條約裡面 失去了什麼 失去了司法權 失去了土地權 同此 香港的地方不再叫香港 是因為內地口岸 有香港警察 不能夠在香港執法 那這些 還算不算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不可以在香港執法 還是不是香港警察 告訴大家 第十條 修憲自主權 說什麼 基本法 第159條 說明 修改基本法的權利是屬於共產黨的 這條絕對是一條不符合民主和聯邦精神的 為什麼修改基本法的權利要在一個獨裁政府手上 我們認為修憲自主權是屬於香港人的 今天我看到的是什麼大灣區 我們是香港人 不是大灣區人 希望在裡面的你 你 你 和你 記住 你是香港人 不是大灣區人 我們呢 今天我們會繼續去開箱 最終一個的一把憲章聯權 希望今天作為我們民主運動 給一個重要的起點 一起努力 大家湊裡 加油 謝謝 休息 我想 這個絕對是有一個啟發作用 我想 除了08憲章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範章,包括藝術文章 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網民重生意,還有一些範章 還有一隻黑的漆字範章,它都是一些反抗體制的範章 也有參跑台灣的反抗馬城統治時期 還有一個歷史,還有很多的範法 其實就是 你問請有特殊特殊的房間被人打出來? 不好意思,請問你是哪一間? 其實我剛剛是做一個香港市民 行使我的公務員的權利 裡面就是希望慶祝主權移交21年 同時也出現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香港一百獻章 結果很遺憾地被人再唱保安 初步出場 現在我在裡面去參與我們活動 其實我沒有阻礙任何人的活動 我就是沒有和平主,但我的看法 但是沒有,讓他們強行叫我出來 他們問我是用什麼理由? 他們是沒有需要的,總之他們就說不聽名 然後我說你是否不聽名香港人 他們又說不是 但是我又把一個叫我出來 對,就是這樣 我可以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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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可以說什麼 情況就是我進去抗議和表達我們的意見 宣示香港的八獻章 還有向在場的市民派發 一人一份香港的八獻章 但是非常遺憾地 在場保安是要速地 得到遅門會馬場 是蜗霍地遷 隨便走 被談到會段落 教訓